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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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讲这个题目也算是新鲜军热 在我们出街的时候大约前一天 没有,发生了大半天 大半天 新闻说 现在我们的哈勃 应该是宇宙膨胀 是我们应该 归功于哈勃 还是 还有其他人 我认识他 但我不懂读他的名字 就是比利时的 一位神父 以及宇宙学家 这个身份 我相信一般人都做不到 你既是神父 但你又可以是宇宙学家 所以我们今天 就要详细讲一点 这件事的内容去问 现在我引述这篇文章 其实是很久的 就是2011年的11月10日 当时已经问了一个问题 究竟宇宙膨胀这个说法 我们应该是 我们应该是 给一个 credit 就是 哈勃? 不是,我意思是 这个credit 即中文是怎么说的 就是说 就是归功于他 以前我们一直说 其实都是说哈勃的 但是如果大家熟读 近代物理学 都知道 所谓这个宇宙膨胀 很早很早已有人说 也是一个团体讨论的结果 但是 为什么哈勃会最容易走入大家的视野呢? 就是因为他真的在那个学术圈 做一个天文学的观察 那他是 即是你提出的话 即是你就是 你的理量提出人 但是你知道科学过程 还有一个验证的部分 是 你有份支持之余 你还要有份去验证 其实哈勃就是那个 验证的人 而且验证到出来的结果 是令到 即是当时一些很出名的 其他物理学家都要屈服 比如安斯坦 都不得不屈服一下 即是当时他做的事很简单 即是 不可以说很简单 即是他做的事很简单 他的过程不简单 他拿一支镜 周围去看 尽量看到银河系 看到有那么远得那么远 看到有那么多得那么多 发觉到一个趋势 就是 越远那些 他远离我们的速度越快 在他看出来的光谱 结果就是看到 越远那些 红异程度越强 其实用今天的眼光 他当时只看了一个宇宙很小的一区 而且就是很近的一区 因为当时的天文观察力量 没有那么强 但已经下了一个很普世 很环语的结论 就是说 应该整个宇宙都在膨胀 否则我们就不会 就算在这么局部的小范围 周围亂看 都会看到越远的东西 远离得外越快 因为那个逻辑 如果我们看到这么小的架 理论上应该其他也是 就不会是宇宙定了在我们这一区 对 我们这一区也不会是特别的 你证明了 因为我们这一区 宇宙 我们现在地球环绕 这一区 应该就是很普通的一区 按照这个 应该就是 你站在宇宙不同部分 一个普遍现象 所以整体上 你都看到一个 到你都看到局部膨胀 整体上去都根本是膨胀 所以 而且还配置了一个直线 因为我们说 越远的远离得越快 很简单的 你可以给一个正比的关系 然后画一条直线上去 这个就在我们的图架上 就是整体上角 是的 用今天的仪器重新再度 这条线 不仅仅是似乎直 也很肯定是很直 但是那个邪律 就有修正过的 究竟是没有那么斜 还是斜一点 由这个邪律 基本上又可以倒回 全头计算 宇宙的年龄应该要是多少 到今时今日就计算得很准 就是137亿 刚才你说的 基本上是中学数学 是 但是最后当然计算 不止那么简单 但是总之 那个邪律多多少少 也都反映到宇宙年龄 基本上 斜率就是哈勃常数 那条斜线的公式就是哈勃定律 今次这单新闻主要就是说的内容 就是在这个节目出街之前的十多个小时 就是有一个天文的学术会议 那个就是IAU 好像就是IAU 我忘记了那个名字 我有送给你 就是他们一班 就是学者去投票 就是说究竟这个哈勃 这个直线关系式 就是命名那做哈勃定律很久的 这个数学关系 反映到越远的银河 是远离得我们这个地球越快的 现在画面上见到V等于HD 这个这样的颜色 那究竟是不是要重新明明过呢 那么明明的其中的选择 就是说我们要加多个人名 就不是只是哈勃定律 就是哈勃 接着是Lamater 是的 那样 那那个投票结果就是 都大部分的天文学家是认同的 应该要加回去的 那就是我昨晚去半夜 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都是有其他做科普的朋友 他分享回有份参与投票的 那位教授去公布出来的即时结果 那位就是先前香港大学 理学院院长郭新教授 那他有份呢 投票支持这个改名的 好 好 你虽然说只是讲一段那么艱深 但是后面呢 就很多东西在这里 是 因为后面涉及到譬如说 这些所谓明明的问题 你给谁不给谁 很多人都有份 事实上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女性科学家 在这个位置上都很吃虧的 很多时候做了事 没人知道 但是呢 这件事也牵涉到一个 我想很荣幸的讨论问题 我们亦都趁着这个机会 跟大家复杂一下 review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 后面牵涉到一个 所谓爱因斯坦的最大的差误 最大的差误 这个你可以先解释一下 先解释一下 虽然有些星界不中动 但是在大底上看到很多其他的星 都不太动 起码在我们有生之年之内 嗯 于是乎给我们的印象就是 这个宇宙就可能是 正如某些宗教所说的 自有永有 永恒 不动 神做出来就是这样 安斯坦都受这些想法 以缘无缘 他觉得应该要找一个合乎我们观察的 我不要理神不神 就应该有一个合乎观察的数学模型 来去描述我们这个宇宙 所以他们就比较提倡一个 静态的模型 但是有人说 其实不是静态的 应该是动态 何谓静态模型 静态就是 这个宇宙本身就是说 物质就是这么多了 是这么大就这么大了 他不会再不会缩 也都意味着 他就 永恒 自有永有 嗯 其实有这样说 是不是一定要自有永有 这个反而就例外 但起码就合乎我们眼睛 就是说 在我们的观察范围之内 就未见过他有没有 有明显的大规模的运动 嗯 没有任何证据支持 嗯 那 但是另外一方面 有人主张就是说 其实有变化的 不过变化慢到我们 没有可能发觉 嗯 其实都很多时候 就跟我们现在争吵的问题 其实有的 不过就是我们发觉不到 你什么都可以 直到有一刻 就是有人给出个证据 嗯 其实哈勃这个观察 他就是说 就算先说 Lamater 他提出过 甚至可能比较率先提出过 这些模型 嗯 你都要有人证明到 他真的在膨胀 才行的 哈勃 可以说 有个理论 是否会用于一个现实观察的结合 才算一个可以正丽的 这个也都给到我们一个 啟示 就是即使很伟大科学家 或者很聪明的人 他不多不少受我们那个 那个世界的 是的 一些所谓的 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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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里 嗯 嗯 今天也不敢说 一定是没有的 其实大家今天相信 就是宇宙巷应该会有的 所以其实应该爱因斯坦 坐两次 哈哈 他的错话 自己是错的 都不错 哈哈 当初他就认为不应该有 即是以为要有个宇宙巷 但宇宙巷的作用 是用来维持着这个宇宙的静界平衡 嗯 甚至乎静态 很可能是 就是说 就算有新的星产生 那么 那个空间也都会自动地带回来 不会令到 即是从而令到整体那个 的质能的密度 要是首行的 嗯 即是有人甚至提出过 这样的模型 即都是一种静态 但是哈贝他这种发现呢 就有一个红移 即是一个周围 五分方向都有的红移现象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 完全有其他模型 解释不到 吹胀紧的波去形容 是的 即是都是 都可以说 大家听过 目前唯一课堂上 比较形象化解释就是 你找个气球上面点几点 然后你吹大去 你会发觉 这个气球上 你点上去那些点 无论你哪个点都好 和其他周围的点 都是保持距离越来越远了 就是一个呢 整体空间膨胀的体验 嗯 那这样东西 你将是提升一围来想 现在是一个四围的气球 我们这些星体 就是这个四围气球 表面上的一些点 那之后呢 整个空间膨胀的时候 就令到上面 每一个点呢 都是远离大家 越来越远 所以就是说 一个宇宙膨胀 但是算我用一个 很形容上可的 就是 去看这个问题 就是 刚才你说的是科学 但问题 你现在在这个模型里面 你可以解释一些 即是涉及神学的问题 嗯 因为如果有宇宙有膨胀的话 是代表了 它有所谓 有起源 有起源 如果有起源的话 我们通常以我们自己的经验 是有终结 是呀 是呀 是吧 但是在科学家来说 我们就不想这些问题 可以撇除后面的问题 是呀 继续接着来 问起源是怎样的 是如何起源 不是为什么起源 就是问How 不是问Y Y他不懂回答 就是问How 于是有后来 我们经常很多集 就算神秘之夜 都有提的那些原理论 那类这样的研究 嗯 甚至乎有人提出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不同种类 如何起源的模型 嗯 就算探索起源的过程里面 都有很多的支折 甚至乎那些叫做Inflation 嗯 就是暴障 大闭力之后的大暴障 那些这样的东西 那里就不详细说了 但是稍为重要的原因 我想一定要提就是 就是为何要由一个名变成两个名 是的 那这个最重要 那现在这里讲的就是 1927年的时候 这位神父就發表了一个文章 论文 应该是讲的 就是 他是猜测的 这个是 你有没有讲这个神父是属于修院 还是 修院来的 这个是修院神父 是哪一个修院 我估计应该是耶稣会 不过现在可以查询 你有讲我查询 是是是 因为我不清楚 可能有天主教朋友 就会不清楚 因为如果你说 比利时的 你说香港 在香港来说 比利时裔的 那些神父 很多就是去了 那个 聖母会 聖母修院 那些 如果又从事 学术研究 真是有比较多 比较长的传统 就是耶稣会 是 就是耶稣会 是很喜欢玩科学的 甚至乎 他在讲明清时代 那样 整大炮 那些都有去训练 计数 计数 计那些抛体运动 我猜对 他是耶稣会 在中学读耶稣会 是的 我在这儿看 在这儿说 19世纪末尔 十世纪初 其实那一刻 还在讲一个 自然哲学和科学 未完全分离的一个时代 有一些 在今天被归类为科学的 学术论文 都还出现在一些 哲学的论文里面 他那个是 而且是自然哲学 是的 就是natural philosophy 你可以看到就是 科学与哲学 未分家的时候的一个结果 而这位神父 甚至乎你再追远一点 你就算那时候康德 他也提出过一些 讲法和宇作学有关 就是银河 这些概念 就是一个太阳系以外的天体 这些康德自己有讲 越是越早的时候 你就越找到一些 是哲学的人 好似Logo街 Logo街 戒大剧 那就是一条戒不存在 而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 有一位 原先 就是用今天眼光 来看他的专业 是一个宗教有神迹人士的人 去提出一个 这样的科学的理论 我不惊讶 但是我看他那个 Pover很厉害 这个你也要介绍一下 他第一个Degree 就是老门大学 如果我不知道 在香港 可能大家不熟 但是在欧洲 这个是一间很厉害的大学 老门大学 比利时 他那间学院 也是历史很悠久 拍得住所谓的劍桥 牛津那些 第二个Degree 就是劍桥 接着是MIT 真的一个 如果用今天眼光 就很熟 理科 理工科的训练 很强 我不知道 现在的神父 会不会做这件事 但是他一直有做很强的 前线的科学研究 但是不知为什么 他在1923年正式成为一个 进度 我不知道怎么说 进度 但是应该就 刚才我说错 应该他没有归附任何一个 修远 但是他本身的训练 就令他有之后的成就 是的 还有我想问一件事 就是 以你想像一位这样的朋友 他怎样分辨时间 在那个 就是 神学和物理学 其实我真的 怎样说好 有这样说 那个人来说 没有那么难去分辨 今天来说 因为很多比较简单 干净 简单的东西 已经被他们做完 因为今天来说 你真的要全职地去做 而且还要不可以一个人去做 你要时时刻刻 是保持整个团队 是呀 做一个很精密的观测 你要全职投入去做 全职到一个地步 可能臭小孩都没时间 但是原来可能你都没做完 原来你睡觉完 完了不知怎么办 那些 不是呀 你说当时是 但是我看回吴建雄教授 他也是这样的 他也是搞到很辛苦 因为夜晚 深夜 他也是在一个团队里做的 但是我想可能不同 会不会是 他现在做这种 比较是speculative 少要的 是坐一方想的 就不是真的做一些 他用东西比较不健康 那些就是实验物理学家 是实验物理学家 那些不能走的 那些你常常要黏在一个团队里 是 是 就是好像他这个case来说 又反过来想 他可能在他那个神迹的训练里面 他都有空间去继续去想这些问题 因为始终这些都不会跟教会本身的理念差太远 如果是完全exclusive的话 那根本上 不会有耶稣会这些东西存在 基本上就是 他们有一个传统 就是一路做神学 一路做学问 不冲突的 就是 我想他有一个空间 我想问另外一件事 就是 譬如你说没有冲突 到现在都没有这种冲突 嗯 我都可以说是 但是现在 你真的在神学院人员 想去做一个科研的话 我想是个资源问题 就是 那个时间你都应该还会有的 但是就是 那个资源上容不容许你去这样去做下去 那我不知道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美国训练那种 就是我不知道这件事 譬如说欧洲 尤其是今天在意大利这个地方 还可不可行 那 我相信都还是的 他们因为那个天主教那个信仰相当之强 因为何况就是说 现在你说在意大利来说 在比撒大学 即是比撒邪塔那里 他那个很强的那种理论文理传统 还很强的 今时今日还很厉害的 嗯 就是地方近 然后那里有一帮也都是信奉这个 同一个信仰的人 原来聚集威那里 研究这些很理论上 宇宙如何起源的问题 但用一个比较硬科学的角度来去切入 有在那里 应该走 是的 这里我也要补充一下 大家听到好像说 他好像很简单 想着一点爆出来 如果你看论文 数学底相当之强 是的 因为这些你一定要是 有个硬科学在那里 才能承认你的那种建树 是的 但有一个问题 我也都想请教你 他这里讲得很好 就是说呢 虽然解了一条数给他 但尔森斯坦初头都 第一个是Friedman 第二个就是私底下 Friedman Equation 正正可以结合了 这个哈勃定律 现在叫哈勃勒米特定律 的那个邪律 那个常数 就可以结合了 那个常数 来去计宇宙年齡 加上Friedman Equation 嗯 那么 阿恩森斯坦就说 这个私底下 跟这位臣妇讲 它是not all mathematics lead to correct theories 你对这个说法 这是阿恩森斯坦当时说的 很合理的 就是数学上经常见到 有些东西是数学上存在 但物理上不稳定 不存在的东西 嗯 就是我们都说过 一枝不动在一张桌 找个笔尖来动在一张桌 这件事 数学上是有个solution 是有的 但是在数学上 这件事是可能的 是的 但是我们在现实上很少 甚至看不到 是的 原因可能它原来是 就是 你再用一套叫做 微妖理论去看它的时候 发觉这些就是一个 不稳定的一个结果 是的 但是讲到这里 可以拆开一点点 你记得呢 在大半年前 也有看过 讲过 霍金他的博士论文上了网 其中一个tractor 就是探讨整个宇宙这个模型 在一个 广义相对论之上 建立在这个广义相对论以上的 一个微妖理论 来看整个宇宙本身的dynamic 这个就是霍金后来再摆上去的东西 其中一种共演 但是要这个猜度 这个speculation 在数学上 一定要透过实证去验证 所以这里也说 就是说 当哈勃发现了之后 赵安斯坦即刻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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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开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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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要 bunun 這個膨脹的原因 是啊, 其實是的 只能夠強勁賴的一件事 就是有些我們未能量度到 而有些應該是存在的東西 是令它膨脹的 就是它有一種空間的膨脹存在 而那種空間的膨脹怎麼來不知道 其實那個剛才講的Fritman Equation 都是企圖建構來解釋這個膨脹怎麼來的 Fritman Equation 裡面有很多這些宇宙裡面 各種質能的貢獻 有些是來自光 有些是來自那些傳統的重子物質 有些是來自暗物質 有些甚至是來自它原先的時空曲率 跟著也有一個是來自那個宇宙上數 那個叫真空能量那樣的東西 那究竟這東西哪些多哪些少呢 那又有一些其他後來做的研究發現 就是那些關乎這個宇宙背景輻射 即是我們剛才講的那個Plank 那個衛星的結果 我原來發覺這群裡面 大部分是差不多七成是暗能量 即是那些宇宙項那些東西 但是那個暗能量是什麼 這個宇宙項裡面的構成是什麼 它究竟為什麼會產生到這些 萬有斥力的東西呢 不知道 那整個宇宙模型就越來越複雜了 但是又說回這單歷史轉頭就是說 你可以想像到就是 要些人去重新去改變自己的觀測 還要接受一些更加新的瘋狂的假設 不容易的 因為有一個慣性在那裡 好了 我們現在去到這個主桌 定了名 為什麼那麼多事要改名呢 為什麼改名又要動用到 勞私動眾要去到IAU這裡呢 我猜後面其實牽涉了一個問題 就是 是不是所有的Pagerism問題 就是抄襲的問題 其實我具體上都不清楚 整個表決 你都放進來這個Agenda 都被人表決 就是當初都有人咬很久 就是咬的時候 是根據一個什麼的準則來確認 誰的貢獻呢 我想這件事就是 很多時候就是因為 以哪一個的命名 這件事大家 就是爭是一個榮譽來的 但是爭就有人爭就爭崩托 你不釐清了一些準則 或者不將過去的東西翻案 你以後就很難去平息一些紛爭 那究竟背後一樣什麼東西 去引起這個紛爭 我自己就不知道故事是怎樣 但是譬如過往類似有一些表決 就是九大行星還是八大行星 為什麼又要表決呢 因為原來你釐不清這些表決的時候 對以後的那些行星的研究 是構成一些障礙 明明我找到一些 似冥王星的東西 只不過它因為不是先發現 而是遲發現 於是乎入不到行星這個行列 你就要歸類為 那些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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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其他物質 那些其他物質 因為這個牽涉到什麼叫做 Planet 牽涉到這個定義的問題 是會影響以後的研究 那同樣我可以預期就是說 這些過往明明方式 由於有一些總則上的不 consistent 就令到我們以後去明明其他東西的時候 大家要爭崩頭 那拿這個來做案例 那不如這樣 將一個股有一個案例翻案去算 是 那而且在這個案例 即是現在講的這件事件裡面 兩位朋友已經都不在人間了 是 如果在人間 就牽涉很多 即是很實質的利益 現在今時今日看到一個更加重要的精神 就是說 是需要一個理論與實證的結合 不可以由一個純理論的人拿完這個credit 亦都不可以由一個純實驗的人拿完這個credit 應該就是一個理論與實證的結合 那當然 同樣的這個準則 你發覺放在諾貝爾裡 都有得爭辯的了 這個就大問題 這個牽涉不見紅 那就是一個例子 是啊 楊真寧這程度給了這個理論出來 但是實證是由不見紅給出來的 用今天的眼光不見紅是要拿的 是啊 是啊 我覺得這個實際上是相當相當之不公平的 我們要不斷在這個節目 就是要為吳傑龍教授翻案 OK 但是現在就決定了之後 我相信都定了的了 是吧 所以這位神父 就在比利時 實際上是一個相當之著名的人物來的 他是國家的差不多英雄來的 至於說那個 宇宙膨脹的 我相信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還是再有其他的看法 或者有變化呢 我想就不是一個膨脹的本身 而是一個膨脹的趨勢 是加速膨脹 還是怎樣呢 現在其實 雖然又有新的實證 就是加速膨脹 但是這件事都有人爭論 可能有人說 可能五差還是太大 嗯 以後我會說 就是一些更加叫更加高order的一些爭拗 嗯 再接下去 就是在未找到那個暗能量 或者真空能量 這些性質之前 就很多東西都還未 settle 到的了 可能更大程度上 那些人都仍是 你有你講 我有我講 我都想 小時間問一下 就是 這位就是 他的數象 後面那個不是宇宙膨脹的圖表 這是這樣的 大家看到 有幾條曲線 其實這幾條曲線 在二十年前 我都還拿來在學校學 就是 既然我們現在不知道 宇宙最後會繼續膨脹下去 還是會膨膨脹下去 最後會收縮 我們就有這樣的圖出來 你見有些 上去又下來的那條 就是那個漲漲下 又會彈回 然後再縮 一個就是閉合宇宙模型 然後有些 就是 漲了上去 以後繼續漲下去 就要凸了上去 來漲那些 就是一個開放的模型 有一個其實就是 漲漲下 跟著就是斜線 一路斜線 斜的直的 一條線上去 就是一個平直的宇宙模型 現在其實這堆線裡面 哪一條線 是比較符合實證呢 就是那條呢 漲了上去 很直 但是直直下 最後又會輕微地 向上不上去 那條線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最後的實證 這個就代表著 不同形式 宇宙膨脹 但是最後的命運 會是怎樣的 一個不同結局 一個用圖表的表示 你看一下圖表有多重要 一個圖表已經說了 這麼多個模型的情況 但是最根源就是 一個宇宙膨脹 引伸出來的 繼續討論 好 我們一節要記述 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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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